外媒引述股神巴菲特旗下爬棍申报的资料显示,巴棍在第三季减持价值约40亿美元的 苹果公司、Apple Inc持股,亦减持了部分金融股,买入工业类股,巴棍第三季获利暴增82%至301亿美元 折合A股每股获利18,994美元 反映手中持有的Apple等股份股价上升,但营业利润下跌32%至54.8亿美元 营业收入共630亿美元 Apple第三季股价大升27% 是带动巴棍第三季投资收益 增加248亿美元的主要贡献力量 第三季Apple持股占巴棍投资组合46% 比率创新高,为从股价调整和申报资料来看 截至9月底止,巴棍持有1117亿美元Apple股票 依据当天收市价115.81美元计算约9.65亿股 相对第二季末绩6月底时 巴棍持有915亿美元Apple股票 以还原一拆四前股价约91.2美元计算 相当于10.03亿股 两者对比推敲出巴棍在第三季减持 约3800万股Apple持股 价值约40亿美元 巴棍将于本周五、13日或下周一、16日公布持股变动 届时投资者可更进一步掌握9月底止季度期投资组合变化 第三季巴棍买入约176亿美元股票 沽出约129亿美元代表这段期间正买入近50亿美元 其中正买入商业和工业类股约150亿美元 借卖出金融股约60亿美元 令巴棍第三季买入93亿美元自家股票 金额创历史新高截至9月底止 巴棍的股票持仓约为2450亿美元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